廖老师的口才实在是 如果在我们这个周期要排里面 应该是后段班 但是廖老师的特质在哪里 特质在 他给人家的信赖感 他讲话出他的真诚 他讲出来的话 我相信不只是我们这些外国会的弟兄 我相信就算在座任何 或者台湾任何台湾人 听到他讲话 都会信赖他 都不会去怀疑他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虚伪 这是廖老师最难闻可得的特质 我想这个特质在 担惊我们整个台湾里面 不管是哪一个阵营里面 没有这种特质的 我相信不超过五个 我不能讲说只有他一个 我相信不会超过五个 所以这是廖老师真正值得 让我们敬佩的地方 第二 包括我们这个特质也是一样 当心我所接触 我出来社域也好 或者我们所谓的政治运动 我们见到的 大部分都是一个比一个聪明 我们评论一下 台湾在台湾里面 不管是在台湾的台湾人 或者在台湾的中国人 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聪明 廖老师又刚好跟他完全相反 我讲的 廖老师也是我来得手见到里面 在这种圈子里面 少数的几个 老人 憨憨的 实际上是傻瓜型的人物 我们常常也叫傻大爷 他可能是我们的傻老师傻大哥 但是 在我们看他这个憨憨的傻傻的 这个下面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 平凡说 透露出他的 不平凡的智慧 这种智慧 是生活经验的连击 不是用我们的聪明才智 可以去学习得来的 在这一段面 我相信 也是在整个台湾 这个政治宣布的时候 我们社医圈里面 也是绝无其有的少数几个 因为我不敢讲说 唯一的原因是说 我敢讲他是唯一的话 我可能就把在座各位 跟所有的台湾 我全部得罪了关了 所以我必须要讲说 少数的几个 这点 廖师母请见谅 马屁是一个尿拍的 因为我不是尿老师 所以我一定 一定也会犯 其他中国文化里面 遗传下来的 在他的随之社会上 说这句好的话 谢谢大家 好像在听我们说 你说的对 因为我记得以前 我当会长的时候 他总是说 你就做吧 我相信你 其实我怕得要命 哪里会做那么多事 我觉得 我现在回想 其实是我们相信他 我们非常相信他 就像灯光刚才讲的 那就是彼此间的一种信任 然后绝对没问题 所以舞台可以放手 去做很多很多的活动 那现场其实不止 我们四位外国会朋友 还有巴奎 小华 还有阿金 我们永远的外国会朋友 那当然 今天呢 他没有办法在台上 跟大家分享 我想心情都是一样的 那事实上外国会 廖老师呢 他对于台湾的奋斗 不只是在成立外国会 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 任务的团体 事实上他还为了长久之际呢 他还成立了海洋台湾文教基金会 那海洋台湾文教基金会的 那个立妮 立妮 而且外卖冰淇淋了 好 还有那个 立财姐廖师傅 现在担下来这个会长的任务 还有好多工作要做 那今天外国会呢 能够在这边再次发声 真的是觉得好感动 厉害感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 谢谢廖老师 谢谢廖老师 那 收到外国会 当然一定要讲到另外一位的 也是外国会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士 那他也是外国会的创办人之一 陈诗盟 陈老师 谢谢大家 历色斗胜 主观也在公司的理事长 谢谢 陈老师 请 各位先进 各位前半 各位好朋友 各位老师 其实 我这么感动 是因为 听了 大家不得及过 很遗憾 我自己跟 陈老师的 那个接触的经验 比较 反而比较少一点 那 听到 那 姓雷 还有 新生 还有这个 圣殷 灯坤 他们强的话 那我觉得 我实在 失去的 措施了很多 不过我刚刚听的这些话里面 也让我发现了一些事情 就是我从今天1月1号开始 在做这个绿色斗阵的广播节目 在做这个绿色斗阵的广播节目 那我一直在 这八九个月 一直在想我怎么这么苦命 会在这个时候做这种广播节目的制作 非常的辛苦 我很少在这个过去六十年 很少去向人家 向人家要钱 很少去做木块 但实在 过去这一段时间 那个单子很重 所以 常常觉得说 这个是真是 人生的 这个走到这一步 到了领老 还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从来不觉得我这一辈子会要求人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还是要这么做 不过 刚刚停了半天 我才知道 原来 我们做外赌会的 管是会长 不会长 原来全部都要做过广播节目 才可以 从廖老师开始 到他 到新生 到他们 圣经他们 每一个人都做过 只有我没有做过 在外赌会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做过广播节目 现在我最后做 我受到应有的惩罚 老师讲 在廖老师面前 在廖师母面前 不太敢想广播 你说在过去这十年 到底想到过廖老师 想到过几次 有没有说常常在想念他 那实际上是没有 不过幸好 在一个月前 廖师母打电话说 今天有这个十周年的纪念会 要我讲一句话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差不多每一天 会想到 那所以 举办这个纪念会 四次的纪念会 也是一个 对我们的提醒 对我们的一个 思念的一个好处 我们可以再回想 在台湾社会 还有这样子的人 请不吝点赞